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弄眼睛然後呢 拍到石頭丟我 從這個時候我就跟我親講說 我要很努力的靠自己 然後我不要讓別人欺負我 我到了香港 因為我沒有身分 所以我必須一直出境 就是來回飛台灣 我就想說我要怎麼樣 可以馬上有一個任意門 很輕鬆的見到我想見的人 想到最後還是想到了空姐這條路 我只會兩首 我為什麼 國運台南 整當台客 台客愛 可惜可惜 我們這次觀光週呢 跟餐館週融合交流觀餐週 那這次明人講座的主角 大家很有興趣的就是 空服務員嘛 應該大家有想要當空服務員 或者是空少、空姐 對 衝擊的職業 那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以前在國太陽光服務過的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呢 他要去當遊戲實況主 那 Twitch 遊戲實況 打囉 沒錯 而且呢 他之前在10萬QA的影片中也有提到 他擇偶條件的就是 只要移開電腦 然後呢 打開英雄MMO 只要 排位 和精英 就有機會 欸精英耶 要打 哇塞 我S2玩到現在S9 現在玩到S10 反正打了好幾年 他打到銀牌 銀牌 鐵牌 我都沒打過 這樣現在我們應該都沒機會了 好啦 再來呢 他之後也轉到YouTuber界來發展 那現在YouTuber他訂閱人數 也是來到了20萬的 欸20萬欸 20萬 謝謝 20萬 你也成就跟你成輩啊 而且呢 再來 他的YouTuber風格呢 是大膽 有親民的 放肆風格 而且收穫了一票 男粉絲 及女粉絲呢 老少嫌疑 廣受好評 沒錯沒錯 沒錯 那 最後呢 超過看的獎 那 不過 你知道他那一部 那一部 超過兩百萬 超過兩百萬對不對 不是 點閱 那一部在講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 空服員的 性暗示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倒是想要 看看那個是 在講什麼 喔 讓我們等一下也請他來分享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請本人 來上來直接分享一下 對對對 欸 我現在看這樣的排場 感覺 好像沒有感覺 贏見我們大來賓了 我們這氣氛不太行 所以我們超光人呢 該拿出我們該有的氣氛 熱情 熱情 等一下 交給你了 準備好了嗎 OKOK 我配了你沒有問題 等一下同學們 我們用最熱情 來今天的最熱情氣氛 來歡迎我們今天主角 OK 跟我們一起配合一下 當我數到一二三 我們一起來 歡迎今天主角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說 他們做天菜 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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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楗 我們今天主角 天菜 小姐 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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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棒 OK 你好 大家好 你們大家好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你們剛剛兩個唱得非常好 是是是是 您不氣嫌 有考慮去鄉村社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把主場歡迎給我們主角再掌聲鼓勵一下喜倫 主持人好 主持人 今天來到這個曹光科大我是有一點小小的緊張 為什麼緊張呢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每次在看一些演講像我身邊的朋友啊 有一些人譬如說 蔡哥啦或是其他他們會去大學演講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蔡哥就還好 因為畢竟他的笑話 大家也知道 對 沒錯 然後我就想說玩的 台灣的同學們都偏冷靜 我該怎麼辦 會不會我講了 大家在下單就 哼 有笑就好 有笑就好 OK 好 這我第一個緊張的地方 然後第二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講 就平常我沒有在接演講場的 所以 曹光科大學 你們是我的第一次 那我們馬上開始 我們現在先拿出我們的小卡片 剛剛主持人稍微幫我介紹了一下 我心裡想說 欸 你們講光了 那我要講什麼 好 我們在阿根廷長大的 那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就才去美國讀書 然後一路回台灣 小時候呢 在國外 大家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對我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可能會覺得說 哇 這人看起來好像有點Cocky Cocky就有點傲的感覺 親和理 好像沒有這麼的足 或是看起來好兇喔 那就跟我的背景有關係 因為我小時候在國外的時候 畢竟小小 小小亞洲人 在國外難免會被種族歧視 然後我就會跟我自己講說 我要保護我自己 有一次 我 那時候我剛到阿根廷 我龜長 我那時候還有龜長西班牙文 然後很少 然後他們就罵我 他們就說 啊 請你打 請你打 我就會這樣子弄眼睛 然後呢 還拿石頭丟我 可是我的同學員都很好 他們說 如果人家罵你的話 我第一句話學的西班牙文就是髒話 那句話就是說 請爸 因為我們那時候打草上曲棍袖 所以他說 請爸 棒子塞在我們的屁股裡面 然後自己叫一叫這樣子 這是我第一句話 所以我回家就跟我爸媽講 我爸媽說 你是在公三 對 好 然後自從那個時候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要很努力的靠自己 然後 我不要讓別人欺負我 所以才會形成今天的我 那從小到大呢 我 父母親現在都還在國外 他們在獲喜哥 然後我就一個人 其實我沒有兄弟姊妹 然後我就是一個人 去美國 一個人去香港 然後一個人回來台灣 去香港 美國大學畢業為什麼會去香港 請問有人 有想要猜這個問題嗎 考上國泰 考上國泰 那時候沒有考國泰 然後到了香港之後呢 我就想說 我很常坐飛機 可是我每次坐飛機的時候 我就看那些空服員 他們好辛苦 好忙碌喔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這輩子千萬不要變成一位空服員 結果我到了香港 那時候 因為我沒有身分 所以我必須一直出境 就是來回飛台灣 然後我的朋友們都在國外 那我心裡想說 好孤單喔 那時候廣東話又講得亂七八糟 根本就不會 然後明明學歷就是整個條件很好 可是因為沒有身分的關係 就被打槍 就沒有辦法在那邊就業 所以呢 我就想說 啊怎麼辦呢 我要怎麼樣 可以馬上有一個任意門 然後可以去很輕鬆的 見到我想見的人 所以想到最後 還是想到了空姐這條路 我說好 那我要去考空姐 那那個時候 基本上呢 華航是沒有 華航那時候都沒有在招 我又想了想 不行 我也是有一些朋友 在到空姐 他們說 昌榮 就跟海軍陸戰隊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們是要share room的 你們知道嗎 就是 我跟你今天 我們飛出去 我們可能兩個人住一個房間 華航 唉 他們在外 外站的這個abalance 有點過地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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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想想看 那不如我們就看外商 喔 阿里有 這個 好像有一點點的太遠了 唉 所以看來看去 剛好我在香港就想要國泰 然後這時候看看 國泰已經七年喔 就是 喔 威虧七年沒有來台灣 招生了 然後就很緊張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有香港的嘛 就開始偷香港的那個履歷表 然後偷偷偷 一直打槍我 就說你沒有香港身份證 不可以 然後就卡在這邊 就覺得很煩 結果那個時候呢 就剛好在教書 我就在教西班牙文 不是教小朋友 就是教那種 國際學校的GCSE 那樣考英國學校 那樣托福類型的東西 然後剛好好死不死 我那位小朋友的爸爸是國泰裡面的高層 然後就一直問他說 你們是不是想說走後門沒有 沒有啦 我就一直問他說 啊怎麼時候會招 什麼時候會招 結果那時候等好久 就等了差不多一個月 然後覺得要放棄了 沒想到 突然有一天 他就在網路上出現了 七年 威虧七年第一次來台招空服 我想問一下各位 對空服員有興趣的舉手一下 我看看好不好 欸沒有嗎 那請問你們 是不是隔壁間的那個 隔壁間的演講 其實剛剛那個隔壁間蠻多的 蠻澎湃的啦 對於是 那時候就想說機會來了 然後我就 準備去考空服員 那在那個之前 我也考過卡達 然後考卡達的時候 我想說當然沒關係去試試看 就有熱衷都沒有關係嘛 就去試卡達的時候 好一開始摸升高 OK有到 然後考官看看你 OK好 很順利的 因為 語言能力啊什麼東西 就進入到第一關 過了 然後第二關 第二關的下午 考空服員其實非常攏長 他一次可能就是四個爬 然後好下午了 他就開始問你一些問題 不好意思這個 綠色口罩小姐 請問一下 你從小到大 父親工作的關係 父親是外交人員 工作的關係好像就是別人服務你 你會服務別人嗎 我們綠色小姐 你該怎麼搭呢 不會 我就跟他說 我會啊 我都會自己做早餐 然後我會自己做早餐 會不會自己洗衣服啊 所以我當然會啊 結果第二關我就沒有進了 不過那時候也好 就覺得卡達還是有一點怨 然後每一間航空公司的制度都不一樣 你們有時候都會幻想說 啊 當空姐就無限的機票 我告訴你 那可能 只有 我的老公家 或是其他 一些些的航空公司有這種福利 你能想像到的 譬如說 新加坡航空 那個 終身的 housing 終身你的housing 就是 防護津貼 你都不用繳 你這輩子 他都幫你繳 但是呢 他可能 呃 他有限制說 你一年只能飛幾次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說 好 那我一定要考上國泰航空 然後於是 我就當然也 非常非常順利的考進國泰 當時他們是 差不多報名有八千人 然後第一關就是 書信進了六千人 然後他們當時只要選 兩百五十個人 然後我就是那 兩百五十個人裡面的 其中一位靜音 好 那那個時候 先看一下小字塔 畢竟還是 有點小緊張 好 那個時候呢 考上的時候 其實 我沒有那麼的 大家常會問說 其實考空姐 不管你們說旅遊 欸 有想做旅遊業的 可以舉手嗎 旅遊 旅遊 你旅遊業想要做什麼樣 林隊導遊 林隊導遊 這個我也很熟悉 我身邊有很多 那其實在座的各位 各位沒有舉手 請問你們是 想當 想當YouTuber的 我看看喔 好不好 有人想當YouTuber 遊戲實況主 有沒有 也有 欸 那各位是想要當 什麼呢 前面的第二排 第三排 妳的收拾粉絲 很會聊喔 旅遊很多 有料喔 真棒 當時我 如果你們去考任何東西 你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覺得考空服很受傷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你要做 你只要是做旅遊業 或是服務業的話 飯店 有沒有人想做飯店的 也沒有 好 大家可怕 我們就 我們就每天都在家就好啦 每天都在家 花股票就好了 是不是 好 你們要 你們要記得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們考空服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緊張 然後呢 我跟你講 考官其實 就在你身邊 你根本不知道 一進去的考場的時候 你就要帶著 燦爛的笑容 一直到你出考場 可能上公車 請你再把笑容放下 這是 第一點 為什麼 因為 他們 基本上 公務員就是要找 少年營人 我們俗稱的 people's person 就是大家都喜歡的那種人 那人說 那天菜 你怎麼考到 你看起來 不像是大家都會喜歡的那種人啊 因為我很假 我一進去我這樣 你進廁所 你以為你進廁所就沒事 進廁所 好累喔 在這邊 一直假笑 然後出去會這樣 我告訴你 可能在你旁邊上廁所就是考官 這個也是非常影響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請你笑臉應認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考外商 考 國內的航空非常不一樣 因為外商全程都是英文 在座的同學們 英文如何呢 很棒 我就是要聽到這個東西 我跟你們說 會台語 真好 我也要 一定要會台語 因為台語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會 所以我教男友的條件裡面 有一項是肯定要會台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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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錯 好 英文呢 其實 在我的經驗看來 我覺得不需要到 你們今天沒有要考試的話 你不需要文發怎麼樣 但是 英文很有重要 所以你們還 英文很好的很ok 如果你們覺得自己 唉 要加強一下的話 你們還來得及 不要太擔心 好不好 英文非常重要,真的 奇怪了,我為什麼剛剛提到英文呢? 我自己有點失憶 有人幫我重複一下 我到底為什麼提到英文? 欸,主持人你應該可以吧? 還是你看得我也失憶了? 英文非常重要 對對對,然後講會語言 喔,你說我說第二題字一定要有 小男友,小男友 唉唷,想起來了啦 考官,考官 考官 你那個很前面的咧 你那個也是考官 你那個也很前面了 沒有,英文很重要 那我想說的就是 我到底要說什麼? 日常,我也是在直播的時候很常發生這件事情 反正他的要訣就是這個樣子 再來就是 你讓你覺得 空服員對你們來說是一個怎麼樣的職業 高賞 高賞 還有嗎? 出去玩 出去玩 長得要像天菜 長得要像天菜 還有呢 光鮮亮麗 光鮮亮麗 很好 漂亮 要漂亮 每天做五星級飯店 欸,沒事就掉掉這個我們商務艙的客人 看看會不會找到老公 喔 是不是 空服員,我跟你說 的確一半以上 是你們這樣所想像的沒錯 但他的附加條件 也非常的多 有時候呢 講講會不會就自己落淚了 有時候我們在國外 聖誕節 情人節 過年 我們是 沒有辦法 是一定要飛的 然後你飛到德國的時候 我記得我一次在德國 聖誕節剛好 然後大家你知道嗎 FB啊 IG上面都是那種 一起吃飯啊 聖誕節好好玩啊 的圖 然後我飛到國外 想想 啊,你們出去自己慶祝更好了 國外全部就是一顆 一顆大顆的聖誕樹 然後所有東西都是關的 你什麼都沒有 重點是外面還給你下學 你就只能在房間裡面關兩三天 那時候的心情 其實是 非常非常孤單的 那當然還有一次 這件事情齁 我有一個朋友啦 我是有一個朋友啦 他有一次 就是要飛走的時候 他要飛出去的時候 剛剛好在公司 公司跟他說 喔,不好意思 你的stand by 改到明天了 所以現在可以回家了 結果 我那個朋友 又剛剛好回家的時候 一開門 見到不該看的東西 碰到男友在偷情 這個形容呢 我就不跟各位同學的形容了 但是他就是非常難過 然後 你說在台灣你可以回家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還好 但是你靠外相 你就在國外 所以你國外的同學們 就是你那邊的家人 你只能找他們 或者是依靠你自己 空腹圓背負的責任 很重 為什麼 你會覺得說 欸 在飛機上 我就走走秀 發發餐就好了嗎 我在電影上 透過一次 非常緊急的事件 應該就是兩次 那一次是亂流 那個亂流非常的大 你知道亂流很大 說空腹圓應該怎麼辦 對呀 心裡很慌張 但是你絕對要跟乘客說 欸 沒事沒事 林先生 你放心 我們都是非常專業 我們都是非常 我們每年都回去受訓 這東西是很正常的 心裡趕快跑去打電影 給老總說 老總這個亂流很大 然後說你們現在全部做好 把東西全部收好 然後把安全能全部系好 全部都不准出來 全部都不准起來 就知道事情可能有點小嚴重了 第二件事情 就那個時候你知道 你的跑馬燈就是 會一直跑一直跑 而且你想說 我今天早上跟我男朋友吵架啦 討厭 我都還沒有跟他說 我愛他 我今天沒有打架給我的媽媽 每一次出去喔 就會覺得是 欸 今天是不是最後一次 然後第二件事情 我曾經有一次 飛義大利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好 人在山路艙 然後呢 後面有一位老先生 他突然病房 然後他就 倒下了 這時候 山路艙的人 經濟艙的人 他們就上來跟我們說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要下去幫忙 然後姐姐就跟我說 沒關係留在山路艙 他們就下去 然後一直到很後面 我想說奇怪 怎麼都沒有人回來 我想說 那我這樣打電話上去看看好了 然後我自己就想說 我就下去了 結果一下去 哇塞 那個場面 基本上是 那個血花事件 而且他因為休課 然後他們在幫他做 那個急救的時候 肋骨斷掉了 所以他的嘴巴 不停的噴血出來 對就這樣 還好那時候我們已經是 30分鐘內 30分鐘內要到羅馬了 我們就馬上叫救護車 真的很可怕 你當下看到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震撼 可是當一名空姐 你就是 不慌不忙 你們認為CPR 就是一個人做嗎 沒有 因為一個人會累 所以是每一個輪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通告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這是在救人 還是在害人呢 因為你太幽靈的肋骨 真的就是 會斷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其實是 滿震撼的 一件事情 那一開始進去當然 滿懷熱血 就客人跟你說什麼 嗯 是 沒問題 好 過了兩三年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氣場越來越強 其實當空姐真的 可以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我在飛機上 遇獲非常其他的事情 有一次我的妹妹上來 畢竟喔 姐服務了七年啦 我畢業就當空姐了 我的妹妹上來 然後我在後面 叫她要開牛奶 她跟我說 姐這個牛奶要怎麼開 你在CM11把牛奶包 這邊有人不會開的 我想聽一下 你見怪不怪 欸真的嗎 都沒有人都會開是不是 對 真的喔 那我問你們 茶包你們是怎麼泡 就是有茶包的 那你的茶包是直接放進去嗎 你茶包 要掛出來 要打開嗎 OK 我也碰過一個妹妹 她是不會開茶包的 她就直接把那個茶包丟進去 那我想說 那我想說 我該覺得 我該有什麼反應嗎 我只想說 妹這個東西要把它打開拿出來 再放進去喔 這是這麼特別 你沒關係啦 新新鮮啦 我們總是正面嘛 正面嘛 看到什麼東西也不用太意外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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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你泡一泡 欸 她真的還有味道 也說不定 你們現在今天回家要試試看 就是把茶包直接丟進去 看會怎麼樣 然後再告訴我好不好 好 我們跳舞來講 這個面試的時候 大家有面試過嗎 有 有面試過 大學的面試 空服員面試比較特別一點點 她基本上呢 分成三段 第一段可能會請大家 分組 我的面試是這樣 分組之後 她會給你一個題目 當然全神英文 她給了你一個題目之後呢 她會跟你說 例如說 今天 你在一個航空公司 或者你在一個百貨公司 你覺得客人 航空公司好了 航空公司好了 你覺得客人在意的是 價錢 還是 時間 飛行時速 這個 就留給你了 那你要怎麼樣去改進 就是 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 開始討論 你們覺得 大家覺得價錢 飛的時候價錢很重要 舉手 我不管 我就是乞丐 便宜就好 有沒有 欸 沒關係 蓋帽帽帽 是不是 有人覺得 不行 我覺得 我從台北飛到高雄 他中間還要轉機在花蓮 還要給我去台南 再轉機到高 再去高雄 我覺得好辛苦 我覺得 時間的長短 對我來說很重要 有沒有 這種人 時間很重要 時間很重要 那你們 那你們 OK 好 就是大家旅遊都選 我好像選那種 就是最快到達的就對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 討論完之後呢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欸 這個 應該是有個標準答案 那我跟妳講說 基本上呢 通服員面試 他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考官想要看的 只是看你會不會聆聽 這樣 你會不會聽 邊緣在說什麼 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不會插話 事實的時候 你能不能自己舉手 或是自己幫朋友幫 你的隊友接話 然後這結束下一個 又狠了一點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真的也是蠻難的 再下一個 他 是做什麼 Debate 是不是Debate 辯論 你想說 蛤 當個空服還要辯論 是在幹嘛 沒有 他就跟你說 請問 你覺得選美制度 應該要廢除嗎 然後分成兩組 開始辯論 那他重點 其實也不是要 聽你辯論的多好 或多壞 他的重點是 要讓你知道說 當你跟別人 辯論一定有 會吵起來嗎 當你跟別人 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你會怎麼去處理 你會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蠻難的 現在星雨航空 大家知道星雨航空嗎 現在星雨航空有在招生 你們知道嗎 剛結束 我想 星雨航空以後 在台灣我猜應該會是 蠻有前景的 我們航空也都還蠻看好他的 對 好 既然大家很少人跟我說 想要當空服啦 還是大家都太害羞了 不舉手 太害羞了 我問你 你想做什麼 你想做什麼 你想做地情 你想做地情 地情很棒 地情也很辛苦 我對地情很了解 我另外一個partner 就是地情嘛 他 你們知道嗎 在飛機上 機門只要沒關之前 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會推給地情 門沒關 欸 那門沒關 啊 位子錯了 叫地情來 少 少牛奶 叫地情 他廁所不夠乾淨 叫地情 叫地情 地情就是跑來跑去 所以地情呢 都恨不得 啊 可以可以關 可以關門了吧 那個東西都準備好 那個 412 趕快關門 恨不得想要趕快把我們關掉 因為關掉之後 就是全部call friend 要處理的事情 對 好 地情還有呢 這邊有沒有 還在迷惘 對於人生 啊 我好迷惘 第三排 我可以聽到一些職業嗎 像咖啡豆大師 咖啡豆大師 大師 星巴克 哦 星巴克了 咖啡豆大師 大師 大師 咖啡豆大師 咖啡豆大師 神奇巴菩豆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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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那很特別耶 咖啡豆 咖啡豆 他只有你今天來的這場 是跑錯棚嗎 因為他帶路的裝備 神奇巴菩豆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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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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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沒辦法 我們今天還是跟空服為主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我有準備一些 東西給大家 我需要 不是準備我的東西 但我需要有人來幫我完成 這個小遊戲 我準備了 四份國泰航空 我準備了四份國泰航空 請票 請票 現在不能出去 國學們 我準備了四份國泰航空的PA 什麼是PA你知道嗎 女生真的有些人很適合 你知道嗎 你不要認為說這個PA啊 我們叫他PA 你不要認為說PA 就是隨便把它捏捏捏完就好了 我告訴你 我就碰過有客人 很誇張 是 很誇張 你知道他就 練完之後 他就叫我們的老總過去 上午餐客人 他說 請問剛剛做廣播的小姐是哪一位 沒錯 於是呢 老總當然把他帶過來 然後先生就跟他說 呃 我想要買 免稅商品 他說 喔好 那 這本書在這邊 請你看一下 他就說 欸 你覺得哪一個 免稅商品就是 是你們最新的東西 有哪些東西好用 可以推薦給我嗎 他說 喔 那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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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那請 就是 請你幫我包起來 謝謝 好 這個高歌先生 你們免稅商品好了 謝謝 好 他不會就好 謝謝他說 那這些東西都送給你吧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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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PA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印環 好 我們可以跟他 稍微 我覺得四位念的都非常好 非常不錯 要看 航空公司 就算 想要當導遊的是 那一位嗎 導遊是那一位嗎 導遊是那一位嗎 欸 你想做什麼 搭配多大師 搭配多大師 作家 你想作家 喔 你的夢想是作家 你出國書 你出國書 作家想寫哪一類的 小說 小說 小說是 懸疑 懸疑嗎 那裡面女主角會有我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 很快就死了 就是裡面 我的角色很快就死亡 畢竟 美女多拨命 那你也不會想要當什麼大師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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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演藝方面 當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 或是 Youtube的演員也還不錯 但不知道發展啊 怎麼會 我們公司缺人 真的 好 直接做 直接照顧 直接照顧就是 欸 我們問一下肉肉 做 那個 在塔台上 啊 塔台 在經常塔台的 喔 他想當 當塔台人員 我剛剛聽到 我嚇我一跳 我想說 怎麼那麼年輕就想要去賣糖 這樣子 房地塔也是蠻紅的 你知道嗎 最近我朋友說 欸你知道嗎 這個 你投資房地塔 跟投資林苦卡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他們 有 有那個巴洛克 那個那個風格的 也是蠻紅的 好不好 那剛剛呢 來 大家 我聽一下歡呼聲 覺得我們高歌 剛剛 你們很喜歡的話 幫我發出點聲音好不好 哇 對 你很明顯 好 來 那個 我們的 嘴裝天生 大師 大師 大師呢 好 他剛剛是有點 小小卡斯 我覺得大師 太緊張了 大師應該再放開一點 要有個人特色 個人特色在飛機上 就很容易被注意到 但是你要 如果你是去五星級航空公司的話 那盡量才是優雅為主 因為 你知道美國航空嗎 像那個什麼 Southwest airline 我上次搭 他們給我上去 要廣播給我嘻哈起來 那有些人是用唱歌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 不一樣的特色 來 有沒有點尖叫聲 這位 好像 好像還 好像比高歌少一點 欸 要他比我高一點 肉肉呢 肉肉有沒有 有欸 欸我也覺得 那你輸給肉肉 你覺得 合理喔 合理喔 我覺得肉肉剛剛聲音好好聽喔 真的 又非常甜美 而且你們知道 在博台航空 客人 跟這個 飛機上的空少 男生 都好喜歡 聽到台灣女生 講PA 原菜示範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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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是 你說是老鳥的示範 還是 還是 有充滿熱情的示範 我要 我講 我講那個 亂流好了 好不好 老鳥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你們以為剛剛講PA 是可以這麼慢 你在講PA的時候 旁邊就有說 我們現在要出餐了 快點快點 他說過了 很忙的 老鳥要示範 各位旅客 我們現在正在經過一段不穩定的氣流 請你留在座位上坐好 比你擠好 安全帶 行動使用行酒間 在這邊 呼籲大家 我們目前禁止提供熱食 謝謝您的合作 然後這樣就這樣 趕快念完 趕快走 就好了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在上面找老公的話 你就說 各位旅客大家好 我們現在正在經過一段不穩定的氣流 請你留在座位上坐好 平靜好 安全帶 起務使用洗手間 謝謝您的合作 再多一點的話 你知道我曾經碰過一個阿哥 他說現在我們這個空服界PA 很有名 他根本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 可能是歌手吧 他說 各位旅客 歡迎地達 動感之都台北 我想說 我們台北是動感之都嗎 他自己家裡有天料 所以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碗 好啦 我們謝謝我們四位好不好 謝謝 好 PPA教練 小兵就可以了 剛剛講PPA的部分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要 叫大家上來 然後跟大家講這件事情嗎 因為我覺得 有自信非常有重要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們都要告訴你們自己 你們是很棒的 You can do it 如果我可以 你們就可以 我從空間 轉職到 遊戲實況主 因為我有一天在飛機上 剛好碰到一個 台北 Delay啊 好煩啊 班機Delay換飛機 剛好我上去那一班 英雄聯盟拳頭總公司的人 坐在前面 坐在商務場 然後我看他們穿拳頭 很可愛 那時候還笑不懂事 我說 阿咪也打你英雄聯盟啊 他們說 對啊 阿咪也打 我說對啊 然後就開始跟我聊天 就是外國人嗎 然後聊聊才發現 原來人家是老闆 上面的工程師都很不好意思 然後就跟他們變朋友 他們就跟我說 有機會去開遊戲直播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去開開看 有什麼事情 你想做的 你就去做 不要拖 你覺得 你很想 去做這件事情 你就去試 當你試的時候 你把百分之百 全部拿出來 進地去試過 沒有一個東西 在我字典裡面 沒有所謂的失敗 只有你喜歡跟不喜歡 跟了解自己而已 你們覺得試了之後 或是你做的不好 就是要失敗嗎 並沒有 你只是發現 你自己不喜歡 這樣東西而已 夢想 可以重來 可以不喜歡的人 可以換的夢想 所以 我希望你們都可以 記住這句話 好 然後呢 做了遊戲實況組之後 唉 怎麼辦 我又不是 比較會撒嬌的妹子 我又不是 做實況組的時候 已經 二十五過了 又不是 那種 大家好 謝謝你的董 妹 好開心喔 我不是這種 怎麼辦呢 唉 那沒關係 至少 還是有 三十四一的 所以 所以就是 稍微 吸引一下大家的目光 然後 當吸引到大家目光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真正的 看到我的內在 我是說真的內在 我是說真的內在 然後告訴大家一些東西 然後 慢慢的 唉 我覺得遊戲直播好像到 到一個境界了 因為 我那時候 空服員跟遊戲直播是一起做的 所以我 從 我LA飛回來 我飛了一個長班 十三個小時 到家 我沒有休息 我直接開直播 再開八小時 才去休息 要做事就是 我覺得 盡我的力而為 我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 所有的我 就跟談戀愛一樣 你知道嗎 把最好的我 全部奉獻出去 然後 遊戲直播做到一定的 程度 唉 我也去參加了名人賽啊 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 很多名人也站在我旁邊啊 林特嗎 筒神 筒神嗎 我說我是明星啦 筒神 那個都很常見到 所以就 OK 當時 大家記得TPA的時候嗎 好 是傑冠軍 對 那個時候 女生知道嗎 不太知道 那沒關係 台北安查經 那時候我看了 電視裡面的扣拉鈴 我好羨慕他 哇 你剛剛是說誰嗎 請給你尊重喔 他們唯一的那個女生嘛 然後我看到 我覺得好羨慕他 所以我希望我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因為 我已經錯過那個時機 但我告訴我自己 沒有關係 最後一天我會站在你的旁邊 所以我就朝這個方向 然後 站在他的旁邊 我就快來講說 我終於跟你站在一起了 之後 我就慢慢的轉訪YouTube 也是因為人家跟我說 欸 你可以試試看YouTube 所以說 不管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希望你們 在這個年紀的你們 不要害怕 想去就去做 當然我知道 每一個人的家裡 可能都會 啊 可能都會覺得說 我家裡有一些狀況 誰家沒有 其實都有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前面 沒有人可以阻擋你 我常常現在 因為我住在桃園 我都叫我自己 桃園不倒翁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一定會 站起來再往前走 說到這邊是應該要在你做 這在你們人生 談戀愛也是一樣 前面一定會在有別人等著你 Yes 剛噴手嗎 那早一陣子 沒關係 那記得每一段戀情呢 他都是 現在可能會很痛苦啊 但是他後面都會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他可能就是教導你 教會了你什麼 所以燃燒你的靈魂 讓你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人 OK 我差一點就叫你們聊天室了 轉行大家會覺得說 轉行的時候 有碰到什麼困難嗎 基本上 我覺得心境差很多 但是我告訴我自己 不管做了什麼 不管今天我站到什麼位置上 我都要保持著我原本的我 因為我就是我 我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來到這邊我們把QA留給你們好不好 我們現在幾分鐘了 30 我們把QA留給就是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大家都沒有問題呀 那我先走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 請問你多一考幾分 拖一嗎 多一 多一我沒有考過多一 我沒有考過多一 我沒有考過多一耶 我剛實考託服 靠差不多五百五百五百七 我記得 滿分是多少 六百多 好厲害喔 沒有好厲害嗎 好厲害 我交了很多外國男朋友 好厲害 加幾個 教他怎麼交外國男朋友 你想吃西餐嗎 真的假的 我們聽一個一個來好不好 下一位 同學是想要考託多音嗎 我想要增進英文能力 增進英文能力 我跟你講 多聽 聽力 耳朵一定要打開 你多聽 多聽廣播電台 我跟他說耳朵要打開 他就知道我在玩家 多聽 你要多聽廣播電台 然後我跟你講 你一天如果能背 我當時西班牙文 我那時候很小 我一天是背一百個單字 沒有背完不睡覺 所以 單字很重要 你單字詞彙只要夠 你英文一定可以好 因為你不要說 這個文法我不會 我每次都怕講錯 沒關係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講話 就是要有台灣口音 為什麼一定要有美國口音 是不是 你看那個法國人講英文 多麼性感 沒有問題 OK 沒有問題 你可以做得到 當然 如果我可以做得到 你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不是天才型的人物 我是很努力型的人物 好 下一位 想交外國男朋友 你說這是你的問題嗎 聽的打開 欸不要這樣看喔 我有三個朋友 是聽的 結婚的喔 而且都是外國男朋友 然後 職業都很好 這聽的不用業配啦 不過 你有沒有發現我很直接 我把他幫你解決問題 還有沒有 你有沒有被瘋 那個瘋狂粉絲騷擾過嗎 嚇我一天 我以為他說 你有被瘋狂騷擾過嗎 我沒有被瘋狂騷擾過嗎 我沒有被瘋狂騷擾過 我沒有被瘋狂騷擾過 小哥哥 小哥哥 小哥哥跟艾琳 愛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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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們回到瘋狂粉絲 瘋狂粉絲 瘋狂粉絲 其實有一個蠻瘋狂的耶 那個時候我的 我的 我的員工們 他們比較不讓我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是 他會看我的直播 遊戲直播 然後呢這個很瘋狂 他做了一個IG的account 放我的照片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follow什麼人 我就擔心就是有粉絲去看他們這樣子 他做了我的account 然後他去找我一個很熟的朋友 香港人 然後告訴他說 他是我 但是我現在在跟別人地下面情 所以我必須寄用他的account 去查什麼東西 我那朋友還真的相信了 他就把他的帳號給他 然後那個人又拿他的帳號來密我 跟我說 那個我的那個通訊軟體壞掉了 可以加LINE嗎 那我當然是說可以啊 也是他就跟我聊了一晚的天 我心裡想說你什麼時候跟我聊這麼多天呢 然後他又一直跟我示好告白之類的 然後問我說你現在穿什麼衣服在身上 蛤 I'm like 怎麼了嗎 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之後 他就被account了嗎 因為隔天我就去 我就覺得越想越怪 我就去跟我朋友說 我們昨天有講話嗎 他說沒有 我說你真的不要鬧我 因為他很會鬧我 我說你真的不要鬧我 真的沒有嗎 他說他就打他過來說 欸我被騙了 然後那個人就馬上把所有東西都散掉 然後之後他又寄了一個 泰迪熊 那個泰迪熊他全身把他割爛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我只有看到一眼 然後挖出來 然後就寄給公司這樣子 所以要刻苦的東西還是要很多啦 對 不管女生男生都要小心一點 那男生也要先人太好了 也要小心一點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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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下一個 你還在想著 哪個公司上的大公司 欸我前幾天喔 才上個禮拜 才PO了一個 IG的那個動態 我說我要回去當空姐了 因為我抱了西女航空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抱西女航空的原因是 因為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我耳根子很軟 他說快點啦 我們好久沒一起飛了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我們去一定是我們很資深啦 他們在找資深空姐 我說我很想掛電話 所以我就想說 他就抱抱看吧 因為如果去面試的話 可以把面試的這個東西 做給大家這樣子 那至於回不回去當空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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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在這段時間 我會找到一個很好的對象 我會找到一個很好的對象 有羊我就不要去當空姐了 是不是 好 來 下一位 還有問題嗎 請說 那喜歡的異性類型是怎樣 你說我以前喜歡精英是不是 嗯 嗯 精英已經稍微 因為精英越來越小啊 年紀越來越小 嗯 沒事 那我猜到什麼精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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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精英是不是 蛤 現在 請問我們有導師在這邊嗎 蛤頭精英是 什麼意思 沒有蛤頭精英 蛤頭精英 對現在年齡層就越越小了 所以我只能慢慢放棄這個計畫 蛤 蛤 我的條件嗎 就類型 類型喔 蛤 蛤 差不多00號那樣子吧 蛤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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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對我可以 蛤頭女好 蛤 對我好 就是 女生就是要找一個 比你爸爸還成立的男生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嗯 就是這樣 其他應該還好 高度也還好 嗯 還有還有嗎 還有嗎 來後面我們這個 這個大師 請問一下就是 你從看空姐 轉航到實況主 那我想問你這個過程 有沒有遇到什麼 最大的困難後面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跟瓶頸 就是 自己心靈上的層面的問題 很常的時候很常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很孤單 然後你就會覺得 啊 It's like me against the world 你覺得你自己要對抗全世界 然後你覺得 看到別人都 可能開開心心的還有人陪伴 但你就沒有辦法 然後你要想很多 你的想法裡面要非常多的 detail 怎麼講 我今天 譬如說我今天從實況主要轉YouTuber 我要怎麼樣 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其他人 來看我的頻道 看我的影片 因為我畢竟做YouTuber只有兩年 那之前那些是 我之前的助理幫我開的 他就隨便丟我那些直播的影片上去 我那時候想很久 基本上我都在懂大道 我想說好 那我就要做空姐的東西 我要馬上讓新聞報道我 所以有一陣子你們常花FB的時候都會看到 都會看到我在上面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覺得碰到最大的困難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碰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孤單 我覺得我很孤單 會不會講一講我就哭了 不會 我們陪你 謝謝 對 對 還有嗎 你說 你在航空公司的時候 會被學姐欺負嗎 喔 這個我很常聽到 在航空公司的時候 會不會被學姐欺負 台灣的制度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有學長學姐制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現在在這邊批評儒家思想好嗎 我覺得儒家思想是過去的事情 我覺得要我們自己新的思想 然後我覺得人就是互相尊重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 不應該要有學長學姐制 就是這個狗屁東西 讓很多人受到霸凌 讓很多人很難過 我們公司基本上沒有 但是 還是會有人刁難你 對 還是會有人刁難你 他可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跟我同期進來的 就比我大 比我先進來一個月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收東西 你知道嗎 他就說 那個耳機 收一收 我們要準備bending 耳機收一收 收收收收 他就跟我說 Honey啊 我叫Honey 我真的叫Honey 他就跟我說 他說 Honey 你確定你收乾淨了嗎 你有收完嗎 你可以幫我把那個袋子拿過來 這樣跟我講話 於是我就把他揪進去 就是廚房 我說 外衣突突你來帶 你為什麼在這樣我講話 然後 突然就怕壞人 然後說 哦,好啦,沒有啦 所以 我們那邊是沒有 但我聽過就是比較過分的 但是其他航空公司的 對 你只要做你自己 幫你自己做好 你就不用怕被霸凌的事情 你有什么就直接跟他讲 就跟他讲什么 就这样子 气是要出来 气场很重要 高哥 你要跟我告白吗 这个等一下 只是请问你当空姐的时候 有实差失忆的问题 哇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Good question 当我在当空姐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在过什么日子 因为我可能从澳洲 飞回香港 隔一天 只放一天的假 然后我又飞到南非 然后时差又是不对 然后回来香港又飞美国 所以当空姐就是这样子 你上飞机了 你工作 你下飞机都是你的时间 就算你在外站 你也可以出去玩 当空姐的时候 我就是想睡就睡 想醒就醒 所以有可能我是早上四点起床 或是半夜三点起床 我已经睡了 不知道多时 我累了我就睡 譬如说现在我累了我就先睡了 然后可能睡了八个小时 然后再起床 就我的时间是完全乱掉的 也蛮辛苦的 我觉得空姐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你的身体瘦不瘦得了 因为我们有一些老总他们五十五岁啊 哇他们身材还是极好 把自己用的极度高养 然后我就说那你身体不会怎样 他说不会啊 他觉得很轻松啊 他身体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见仁见智 对 还有问题吗 没有哦 那你说 想问一下就是转行到做YouTuber 这边的时候就是 你又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到YouTuber这样就是慢慢的 人气往上升 那中途就是有没有遇到错途 错证 人气往上升的错证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会有 一开始 你就会每天 看的这个 人数 订阅人数 不是订阅人数 你会看到观看数 观看数 然后直播的话就是看直播人数 然后就一直看着他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旁边会听旁边抱怨啊 他们就是很懂眼算法啊 很懂什么东西 但是我一点都不懂 我只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 我就看着他 那我想说 嗯 就是主题的问题啊 反正我觉得 我有能力 我想要做什么主题 我就知道他会很多观看 只是我要不要而已 那既然先 我 我看了我就觉得说 我不要当这个数字的奴隶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 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 会对数字非常敏感啊 他们会觉得 看了很容易难过 但是我个人是不会 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困难 我好像也没什么困难 我 只要你们 可以当一个正面的人 市场很重要 只要你们可以当一个正面的小太阳 你们人生不会有太大的挫折 因为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都有压力 只是 你是 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压力 很重要 没有 就这样子 好 没有 还有吗 就是我想要问 空服员的薪资 跟待遇 不就是福利待遇 福利待遇 台湾的空服员的话 基本上会落在 呃 四万块左右 那他的待遇我 每一家不一样 我比较不清楚 那外商话 我只能讲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的待遇的话 是差不多 六万 六万块左右 那基本上呢 如果 你可以卖免税商品的话 我们公司是有抽成的 就你卖多少 他可以用抽成的 所以我们那种 卖免税商品很会卖的人 他也是 月薪 月薪有近百万 月薪 月薪 有近百万 没错 那个很会卖 那他们很喜欢飞哪一种机 你知道吗 他们喜欢飞那种四段机 譬如说香港 台北台北 可以 人穿 为什么 因为客人会换两次上来 所以他可以卖更多 那个很会卖 可以到很多钱 那如果你飞得多 你超过一百小时 你超过多少小时的话 你是加成的 我们基本上 以我的年资 我差不多当七年 你生阿姐的时候 你一个小时的薪水 差不多是将近快四百块港币 差不多一千六 没错 所以待遇 所以待遇其实我觉得不错 再来就是 你有无限的机票 一折机票 你的家人有无限的一折机票 父母亲 那你的另一半 或是你的小孩 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国泰航空是一个 真的蛮好的航空公司 谢谢 嘿 那大陆语言的时候 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 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吗 我有遇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他是大陆的乘客 其实大陆的乘客都蛮 蛮nice的 他们都 他们都 他们都嗓门大 你知道乘客就是 你然后碰到新加坡乘客 就觉得有点难告 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懂很多 然后就刁难你这样子 之类的 而且香港也是 台湾的就是以为 付钱的就是老大 你知道吗 这个行李 可能麻烦你要 你们帮我弄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华航 他们都不知道 帮我拿上去的 你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到底是谁 台湾成功比较偏向这样子 对 那 你刚刚的问题是 有一次 有一次 我在飞机要降落的时候 我们公园最开心 我自己最开心听到的就是 三分钟 三十分钟飞机准备下降 真的 YES 要到家了 YES 要到意大利了 要可以去shopping了 很开心 然后我们在坐着 绑着 但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大家这么喜欢 再跟你说 要系好安全带的时候 去上厕所 于是呢 我们就坐着坐在椅子上 然后坐一个 人站起来 他们就跟他说 先生 因为有比的吗 因为他比较远 先生 然后他就看着我 他说 哦 哦哦 我想说他明白了 要坐下系好安全带 我想说他明白了 他就说 OK OK 我不是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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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想走路 我在干嘛 我就觉得很可爱 在飞机上 跟他说 发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然后我曾经有碰过一个阿公 这台湾的阿公 他好像去香港开户 还是要在香港过境 然后再回来 然后呢 他就往外面带了好多钱 然后阿公嘴讲台语 所以 其他香港空姐听不懂 就阿公就说 我算了 他不要吃东西 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说 阿公 你要吃啥 你告诉阿公 然后他就说 哦阿姨 他要说台语哦 我说对啊 当然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就是第一次坐飞机 好像他的家属 阿公好像是很厉害的有钱人 然后他的家属就是 要他去做这件事情 我是不知道里面的技巧原因 我就一路带着阿公 然后阿公就把里面的钱一把抓给我 说给你小费 哎 这好你啦 谢谢你啦 我就说阿公不用不用不用 而且阿公你不要把钱拿出来 让我把人看 不要给把人家看到就对了 结果阿公呢 到后面就是他有留 这个电话给我 所以呢 给了我们之后阿公还有问候我好不好 他有说阿公请你吃饭 这样 OK请我吃饭就好了 因为他不会搭飞机 我就下班了 我还一路带他到那个 陪他等到他又再登机回台湾 这样子 对 就觉得蛮感人的 飞机上有很多感人的事情 还有一次碰到法国 那时候大爆炸 那我坐在这边然后对面的一个客人 就哭到淑气 看着报纸哭到淑气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箱子条给他 我就 我就递给他 我就跟他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 然后hug 就给他一个拥抱这样子 所以飞机上真的是让我成长了很多 在你们人生道路上 我觉得你们现在还非常年轻 所以你们的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 不要经常看到 比较不好的地方 不要告诉你自己 再难走的路 再难过的路 just matter of time 时间的问题而已啊 你小时候觉得 蛤 25乘以30 好难喔 怎么会这样子 幼稚園的时候你也不会算 你现在你觉得 Oh my god 好简单喔 因为时间过了期 他就变得简单了 所以希望 我们乔光科技大学同学们 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我是天菜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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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